我一路就得啪啪上橋 啪下去 要不及得迟到 现在2点45度了 我们三点上课 而且至少得5公里 上课 我上次的上橋多笨 从咱家就可以上橋 对不对 结果我开了淮河路 然后掉个头 然后上这个橋 我都不知道 是导航导的还是 我是出去以后到信航那才导航 好 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 我们马上就要停止供暖了 我跟你说超级冷 家里很冷 我们一年交4000多供暖费 他只供半年呐 现在我们停止供暖了 轮到你们开空调了 树边上 这个我拿了 外贸大厦是不是 你是在外贸大厦设计的吗 应该是 就是这个费楼 这是柳树吧 没有 被绿了 应该是 柳树是绿的最早 然后落叶落得最晚 他生命的立广桥 五楼啊 对 改了五楼 哎 你这发型整的不赖啊 哇塞 你没看见我是不是啊 都不打招呼的 我没看你 但我看根权了 你为什么不看见我 我这么大哥 嗯 哈哈 不演头 哈哈哈 所以 我说画啥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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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不要叫啥呢 爸 你好 我说 小柯女孩 如果今天画的 我画的 我画的 带圈也画完了吗 没有 没有 这画的是啥呢 儿子 我画了海叉 在这呢 这画的 周圣基 画上海叉 海叉 海叉 就是 还可以咱 真的耶 他在发一个颜色创作 好抽象啊 我才他把六六颜色 六六颜色结了一体 往什么画的 啊 他以为 他这颜色能够上 他能够多 可贵了呢 老公这水里面有点淡淡的盐味 盐碱味啊 你看小树苗 小小小小绿芽 我刚想让你拍了 你看那个粉粉的一串 有吗 那 看见了吗 我刚过来的时候拍了 妈 我 对我还记得我们去 那个小区里面玩 是不是 对 哎 有没有官圈有没有那种感觉 以前 以前觉得这个地方挺大的 然后现在来的时候会觉得他怎么这么小 因为咱们在小学开不上官小学了 妈 变设施了 没有 变了 以前这边是个 还有很多人 一个腰栏 对 那个太旧了 对 都掉了齐了 我觉得没有人会忽略这些 生命 绿色的存在 看一下 生命 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看的时候 看起来 就会 粉绿粉绿的 现在还是 嫩绿嫩绿的 是一种 是一种生机勃勃 是一种生气 那也能生气吗 哈哈 高兴还来不及 就是的 这一条街道是贯穿省政府的 对 所以它叫中山路 然后 在冬天 我印象很深 在以前的时候会有冰雕 路两边会有冰雕 不过现在我们来这边比较少 所以也不太确定这边会不会有 好像也没有 不景气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 就所有的绿化带 花盛开 怒放的那种感觉 其实可能也是 也是在北方人才会感觉得出来 在南方你说 南方遍地都是 人家开凤凰花的时候 开三角梅的时候 你也不觉得 因为它一年四季感觉一直在开 时时都在开 就没有这种感觉 那在北方的人可能会特别期盼吧 感慨 不过也会感慨一年一年又一年 对 而且我们现在想说 绿色你好好看吧 你也只能看个五六十回 哈哈 哈哈 真的 很香啊 老板是吧 你那镯子戴了吗 戴了 我要去老行 老行家太太 老行家太太 我们要去行市老太太 哈哈哈 你现在是倒板的吧 哈哈哈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是早些年来哈尔滨的话 可能大家就吃个什么160啊 我觉得 现在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了 对 餐饮都是在进步的 大家没有发现 现在 就是我们上次吃过一次 就是这个行市老太太 然后没有拍对不对 这次没有拍 没有 那次没有 有拍还没放 给你们感受一下 对 自己烤串 我得着急忙慌 但是还好 就是它的整个流程还是对的 对的 然后味道也是对的 嗯 生意是好的 就跟郭德纲说 一个人 会不会 是吧 说像是会不会 这个人不会 这个人会 这个烧烤也是 这个味对 这个流程对 其实也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对吧 肯定会有人觉得不好吃 对 就是 今天吃的还没有上次多 上次还买到600多 还将近700 然后呢 这半砍了500 不便宜 500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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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0多啊 我还以为你买到500多 不算贵吧 来跟观众说说呀 观众在等着呢 我想想你怎么你问我 你问你采访我 好吃吗 好吃啊 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对呀 男的会很喜欢牛熊 老公你过来我告诉你可能会听不见我说话 就是他家这个肉是很新鲜 然后现切的 然后是自己烤的 对这是特色 对别人家都是烤好 但是他家是电烤 别人家就是烤好的那种是炭烤 这个可能需要一点基础吗 零基础 幼儿园也能会 包教包会 不教也能会 就放那儿就OK 对 手好使都会 嗯 那么帅呢 能带酒水吗 真的 悄悄的 可以 不管啊 一切都不管啊 嗯 反正你把钱拿够了 然后你花钱了 我 没有啥 谁花钱了 没啥了吧 别人要补充的吗 然后我们这一二 一二三四五 六个人 六个人后来又来了两个 嗯 朋友吧 打了算打了个八八折 一共是五百五十一块钱 酒水就两瓶啤酒 因为别的酒是我们自己带的 也还可以了是吧 嗯 这你饱了吗 主要是 还要撑了 对 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很撑 那就代表他消费并不高 如果五百多的烤串 真的是可以吃饱 但是五百多的牛排 可能只能一个人吃饱 呵呵 是不是啊